大家好,歡迎收看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在本州倉,一路低壓槽為華南沿岸帶來不穩定的天氣 本港天氣多雲有趙雨 雨量方面,天文台總部在20號錄到的總雨量為15.2毫米 而在當日,全晚區更錄得超過70毫米雨量 除了趙雨之外,低壓槽亦為本港帶來雷暴 天文台在18號、19號、20號都有發出雷暴警告 到了本州後期,該低壓槽逐漸減弱 之後一度高壓積在中國東南部建立 本港天氣漸漸好轉,氣溫也慢慢回升 天文台在7月22號錄到最高氣溫為32.8度 市民可以透過電台、電視台、互聯網和打電話問天氣系統 可以查得到最新的天氣狀況 今個星期,我們請到同事為我們介紹一下打電話問天氣系統 為了方便市民取得最新的天氣消息 天文台提供了打電話問天氣服務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天文台的同事來介紹一下 屈師傅,我想問一下這個服務提供了多久? 其實我們在二十多年前已經開始打電話問天氣這個服務 為什麼當時有這個構思? 其實當時市民主要都是靠看電視、聽收音機 來得到天氣消息 不過因為受到節目編排的限制 所以市民就不能隨時都可以聽得到 於是我們就想起 不如我們設立一個這樣的系統 讓市民隨時都可以聽到我們的消息 聽起來這個系統好像很簡單 那究竟是怎樣運作的呢? 我們就是找我們的同事 就把一些天氣消息 例如天氣預測、天氣報告或者警報 錄起它,放在系統裏面 市民就打電話進來 那個系統就把消息播給市民聽就可以了 不過有些不太方便 市民就要記住不同的電話號碼 去聽不同的消息 說要逐個錄音都要每一個同事來錄 那就要很多人手了 是啊 當時那個系統就需要人手都幾多 不過有個好處的 就視乎我們安裝了幾多個電話號碼 我們租了幾多線 那我們就可以同一時間 可以很多市民一起聽到消息 這個系統二十幾年前已經有了 那跟現在的電話系統有沒有什麼不同? 我們現在用的系統就是2005年開始服務的 這個新系統就用了一個所謂音頻互動的技術 那就是市民打電話進來才選擇它需要的資料 那就有個好處 那就是市民只需要記一個號碼 那就可以一個電話號碼 就可以拿到它需要的資料 那還有呢 現在的新系統還有一個技術 就是我們利用電腦 把天氣資料變為聲音 那就把我們的資料自動錄在系統裏面 那中間就不經人手的 那就變成了 第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省人手 那可以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把資料更加快 和更加準確地放在系統裏面 那市民可以早點和多點知道我們的消息 那大大加強了我們的服務 不知接下來星期六日的天氣會怎樣呢 我們請科學主要問我們說一說 大家好 從衛星雲圖上可以見到 一路高亞隻正為華南和南海北部 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我們預計這路高亞隻在週末期間 都會繼續影響我們 所以香港方面的天氣都會是天晴酷熱 那各位從事戶外活動的人士 敬請留意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